孕妇在去医院的路上被闪电击中 临死前却生下了一个奇怪的婴儿 父亲看见他当场被吓哭过去 只见婴儿通体都是白色 浑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 或许是婴儿感觉到父亲嫌弃自己 哭得越来越大声 一旁的医生看到他的脑电波上覆盖满了整夜 这意味着这婴儿绝对不简单 但父亲却无法接受 狠心地抛弃了他 后来这个男孩被祖父收养 因为孙子过于诡异 害怕他受人歧视 就将他关在地下室16年 直到他的祖父去世 一名警长带着福利院院长来到这所房子 想帮助他 他们听说孩子已经被关了整整16年 从来没有接触过外界 性情很可能非常古怪 最好要小心谨慎 两人打开地下室的门 小心地探过去 但下去后发现这里干净整洁 完全不像是地下室阴冷潮湿的样子 孩子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 院长伸出手鼓励他走出来 当男孩走出黑暗时 他们目瞪口呆 因为他的肤色纯白 眼睛和嘴唇粉红 没有头发 仿佛不属于人间的精灵一样 男孩说他叫暴德 从来没有上过学 但是女人发现暴德说话优雅流利 不像没受过教育 暴德说自己通过地下室里的书来认识这个世界 院长看着墙上的书架 拿起一本文学著作白金 问他你也喜欢这个吗 暴德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让他随便翻一页 接着李德从头到尾背诵了那一页的内容 女院长惊呆了 暴德说他可以背诵这里所有的书 女人环顾四周 地下室里少说有几百本书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特殊的男孩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可这只是暴德超凡能力中区区一个而已 他们带着暴德离开了这里 这是他16年来第一次出去 当他靠近人群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所有的警车突然鸣敌 对讲机也发出了一响 更奇怪的是一名警察注意到房子的屋顶上安装了一排避雷针 而且根据法医的检测 外公虽然是自然死亡 但是他的尸体上却有电击的痕迹 女院长把暴德带到福利院 他一下车就引起了其他男生的注意 可这个年纪贪婪的男生 对于异类有强烈的排斥性 聚集在一起自然对暴德充满好奇与敌意 首当其冲的是一个校园恶霸 看着暴德正在吃饭 就带着一伙小弟围住了暴德 恶霸好不礼貌 一开口就嘲笑暴德的外貌 说他像外太空的吸血鬼 暴德无视这种挑衅 没想到恶霸变本加厉 直接拿走他的盘子 然后拿出勺子逼暴德挂在鼻子上 想要羞辱他 其他的人都想要看这场热闹 当他们看到暴德接过勺子时 恶霸放肆地笑着 以为计谋得逞 但他不知道自己惹错了人 他们看到暴德用力搓勺子 把他放在桌子上 下一秒食堂里 所有的叉勺都被吸了过来 大家都吓呆了 随着最后一个勺子 也从饭盒桌上站了起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仿佛有生命一样走了过来 这下恶霸再也笑不出来了 这就是暴德控制磁力的 第二个超能力 他本可以像其他超级英雄一样 用能力打倒恶霸 但善良的暴德 却像小孩子炫耀技能一样 解决了这场校园霸凌 随着院长的安排 换上隐形眼镜的暴德 就要开始他的学生生涯 可同样受到了同学们一样的眼光 物理科上老师带了一台电力仪器 按下开关后 可以看到清晰可见的电流 但角落里没有人注意到暴德的不安 在他的桌子上 别针突然飞了出去 然后比无法控制的转动 直到暴德忍受不住 一道电壶穿过教室 直接击中了他的胸膛 紧接着是第二个 他被两个强大的电流支撑 漂浮在了半空中 形成一个闭合回路 这是暴德的第三种超能力吸收电流 学生们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被吓得不轻 物理老师才反应过来 迅速打破了仪器 中断了电源 随后暴德被送往医院 医生发现他毫发无伤 比正常人还要健康 可一向独行的暴德受不了 继续待在学校 就私自逃离了医院 但路上却被警长拦了下来 送回了福利院 但回去之后 却有一屋子专家在等他 原来暴德的智商检测结果超乎寻常 甚至比爱因斯坦都要高 但是暴德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 因为面前这位专家对他没有丝毫信任 只想拆穿暴德所谓天才的骗局 他拒绝回答专家的任何问题 现在他只想回家 回到温暖的地下室 但没有人允许 这是暴德第一次情绪激烈 手表疯狂乱转 灯光忽明忽暗 说完最后一句话 暴德转身就离开了 比起跟那些虚伪充满恶意的人交流 暴德更乐意一个人来到森林当中 与动物们接触 可来到这都不得让他安宁 那群欺负他的男生 刚好也在树林里打猎 恶霸用枪指着暴德 想吓唬吓唬他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原来是警长副手打中了一只鹿 看着挣扎颤抖的鹿 他十分骄傲地说 我的枪很完美打到了心脏 他不会感到任何痛苦 听到这些话 暴德慢慢走了过去 他伸出一只手放在冰死的路上 伸出另一只手抓住副手 瞬间一股电流穿过两个人的身体 下一秒路的痛感就传到了副手身上 他哭着倒在地上抽搐 垂死挣扎的痛苦让他绝望 他挣脱了暴德的手 似乎经历了数千次折磨 作为一个传递者 暴德也感受到了痛苦 但他的心只有无尽的怜悯 从那以后副手再也没有打过链 警长得知此事后找到了暴德 想要借他的能力帮助 原来警长的妻子已经瘫痪多年 不能说话或一动 他妻子的生命即将要结束 医生说他每分每秒都被巨大的痛苦折磨着 但不知何故他一直坚持不愿离开 看着受苦的爱人 警长想让暴德帮忙告诉妻子心中的执念 暴德来到床前 轻轻把手放在女人的额头上 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想法 原来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们的父子 多年来警长和儿子的关系一直很差 他担心他们离开后会完全切断联系 他希望父子俩能够和好 这样即使他离开了 他们也可以互相陪伴 不再孤独 警长哭着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给妻子带上婚戒之后 在他的怀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闻讯赶来的儿子 看见父亲满脸泪水明白了一切 父子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完成多年的和解 看到这温暖的一幕 一向缺乏亲情的暴德 眼里充满了羡慕 几天后在游乐园的聚会上 一个女孩主动找到了暴德 这是他在学校认识的唯一不歧视他的朋友 暴德很高兴和女孩聊天 女孩也表示暴德是他见过最美丽的人 随着两人手指的触碰 氛围也拉到最高 但没过多久 女孩的父亲就来了 他抓住暴德的衣领 不停地辱骂和羞辱暴德 让这个怪物不该再靠近他的女儿 一旁的女院长见此 赶紧过来制止 男子只能撂下一句狠话 然后带着女孩离开 这让暴德很难过 现在他唯一的朋友也没了 心灰意冷的暴德最终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 打算离开这个不属于他的地方 看到这一幕 女院长感到惋惜 但没有阻止暴德的离开 却没想到暴德出门后 被一旁体育馆的声音所吸引 但他又遇到了那群坏学生 恶霸抢过暴德的帽子 扒光了他的衣服 不断对暴德言语羞辱 还将他推入污水池中 他的情绪开始逐渐积攒 这时闪电穿过天空 旁人的吊坠和耳环不受控制朝向暴德 彼得终于忍无可忍 一团强大的电报 将恶霸炸倒在地 当场就没有心跳 其他逼混混之下慌了 而暴德缓缓走了过来 他用双手化作出颤气 压在恶霸的胸口 一道道电壶闪过 最终恶霸颤颤巍巍地睁开了眼睛 尽管他一直被恶霸他们所欺负 但他天性地善良 还是让他选择救人 之后暴德回到了老房子中 他推开门却不想里面早已被银行搬空 他走进熟悉的地下室 里面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复存在 他坐在黑暗狭窄的角落里 感到只有无尽的孤独和空虚 这时姗姗来迟的女院长找到了他 看着孤独的暴德 内疚地向他道歉 没有给他更好的生活 发誓出去之后一定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突然地下室的门被打开 关心他的物理老师也过来接他 此时此刻暴德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他们走出去 却看见警长也带着人来到这里 因为恶霸的原因 他们是来抓人审问的 但当警长和暴德四目相对时 他明白了暴德心中的渴望 警长不顾命令 扔掉了副手的对讲机 选择让暴德安全离开这里 这时天空突然传来雷声 暴德看远处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向来害怕雷电的他竟然跑到远处 收到了他的感召 他竟然降下一道闪电 让他与天空相连 暴德跑得越来越快 这一刻他忘记了人世间一切的痛苦 他全身发出耀眼的光芒奔向乌云 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家 随着光环的闪烁 暴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众人只能仰望天空 挥手向他告别 而作为世人理解意义上的天才 暴德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该进入人类社会 世间的丑恶与敌视 让更为纯洁的暴德从不释然 他待世界以温良 世界还他以凶恶 或许化为粒子能量 进入到更高维度 才是他最终归宿